好 等下我们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些最近一些新的这个动向 昨天呢是在这个洛杉矶华人资讯网上面做了一个关于 一个叫prison delimit这个两败俱杀的一种雇用关系 最近我们这个员工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劳动 我们要去解决这个冲突非常的关系非常微妙 做得不好的话会两败俱伤的 做得好的话可以双赢的话这样一个讲座 换句话说现在大家从每个人不能单独从自己的利益来考虑 老板呢想让员工回来上班 这样他可以花费他收到的TPP的薪资保护计划的资金 员工呢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用干 每天每个月拿到三四千里这个失业补助金 那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如果公司开张以后你不回去上班 老板一个电话打到这个失业保险局以后你都完蛋了 所以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这种雇用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大家谁也不能得罪谁 谁也不能要对方考虑 对方考虑 比相对来说减少一些你的工作时间 如果这些渠道呢可以维护一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你的这个事业保险金 但是呢不能故意去操作啊 如果你确实生意恢复以后 没有以前生意火了 所以呢你以前可能要十个人现在需要六个人好吗 这种是很正常的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去啊 两做一个两川其美的办法 但是呢不要去操作啊 该什么就这么 因为事业补助金和薪资保护计划这两个资金中 这两个项目中间只能选一个不能两个都拿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double deep 我昨天说的很清楚 这是一个什么资金呢 这是联邦资金 联邦资金不是开玩笑 联邦资金 会这个钱是纳税人的钱 这个钱呢不能啊 不能这个随便其乱花的 所以啊 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报道啊 我们有这个华人 然后甲公司升级四五十万啊 五六十万的这个资金 还有啊 我们这个一些美国人也是这个 拿到PPP钱资金以后呢 去买劳力士手表 你看 还有买这个购乳车子的等等设施品啊 在这个期间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钱拿到不要 在这个期间 我不要建议你买一些 特别大的东西 有时候说不清楚 好吗 比如说买房啊 买车啊 买一些设施品啊 这个时候呢 稍微把它停一下 等这个钱花完以后 你再去买 好吗 要买豪宅的 先等一等啊 不要急着买豪宅 你买了以后呢 就说不清楚了 到底是这个钱从哪里来的 他认为你是把政府的 这个联邦救灾补贴拿去买 就这个很有可能给你定一个罪 好吗 所以这个期间 我不建议大家去 购买啊 特别豪华的东西 好吗 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去 这个把这个 在这个结构眼上花这个钱 过了以后 啊 这八个星期过完以后呢 你再去花钱买什么 这都无所谓的 这个关头呢 千万不要去 太高调 要低调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学会低调 不能 有钱也不能去到处悬崖自己 好吗 一定要低调 低调 再低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这个新的更新啊 这个 首先我们谈一下失业保险啊 这个下个星期 我会做另外一个在华人这个 这个洛杉矶华人网上去讲一个这个 关于啊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受到失业保险的原因的一个分析 还有解决方案啊 到时候大家做好准备 现在 大部分人还是很关心他的失业补助金 企业本身就不多 但是这个individual啊 拿失业金的人呢 是占的比例相当大 非常非常大 所以啊 主要关于这个失业补助方面 我们最近有很多正在排 在绿卡排期的华人啊 居民这个失业了 啊 雪双加霜 他们有一个新的焦虑 那申请失业金以后 会不会成为我们所谓的public charge 公共负担 OK 我也影响你的绿卡申请 我这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啊 Is unemployment benefit a public charge 我已经说过了啊 这个最近 今年2月24号移民局出台了一个 叫做R944表 啊 就是说你想拿绿卡可以 但是你不能拖美国人的后腿 你要自记自足 你不能拿美国这个政府的资金来 养活你自己 那我为什么要给你移民呢 我明明知道把你移民以后呢 我会给社会造成负担 你会去领福利 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帮你去升起这个绿卡 所以他一定要知道你拿到绿卡以后 你不要去拖 不要吃政府的福利 要自己能够自记自足 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才可以 所以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 在领失业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目前正在申请 身份的转换方面 你一定要注意 有些钱不该领就不能领 但是呢 在这个具体的事业保险 事业保险 保险它是一个保险 它不是一个福利 大家一定要把benefit和insurance 是两个要分开的 好吗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一定要不要把孔义谈 所以应该不会影响你的转换身份的 这个要求 就是一个 所以 这个对新冠检测和治疗 美国公民和移民局目前也宣布 不论是检测或治疗新冠 都不会视为公共负担 而且不论移民身份如何 你都能够得到治疗 这个就是说你不管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绿卡一得病以后 马上给你做治疗 不用担心身份的问题 先去看病 先去把病治好以后 再说下一步 不用担心 这个人道主义 这个大家还是比较了解 现在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心理 back to work bonus 如果你回去上班 现在大家都不愿意上班吗 你要回去上班 对不起 我给你一个月 一个星期多 给你450美金 好吧 鼓励大家 去go back to work 鼓励大家回到公司去工作 GOP consider back to work bonus 我们叫共和党考虑的复工奖金 让你去回去上班 给你发奖金 Senator Republicans are examining offering cash incentive for unemployed American return to work looking for alternative to the extension of enhanced jobless benefits support 所以如旦你想回去工作 从失业状态 转换成一个非失业状态 除过你正常的工资以外 还可以再拿450美金 一个星期 一个月的话是1800 这个很厉害的 这个很不错的 好吗 你再待在家里面 待久了也不好呀 身体也不好呀 你没看到吗 武汉病原 这个肺炎期间 很多人跳楼了 你知道吗 他得了抑郁症了 人是一个穷体的 人是一个穷居的动物 你要把一个人 锁在一个房子里面 十年二十年的话 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失去意义 所以这个 由于这个肺炎的事情 不但这个引起了很多人 得了抑郁症啊 得了这种 这个这个跳楼的一大把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人呢 绝对是要跟朋友在一起 一个人坐的地方 再好的吃点 再好的喝点 都没有用处 好吗 所以这个复工的这个奖金呢 我认为是一个很有必要的 so plan for senator Portmore 这个senate 这个参议员 叫Portmore would offer $550 a week in place of extension of enhanced jobless benefit 对于放弃 啊 收金啊 等等 全部会启动 你在失业的状况下 老板没有资金 去给你付这些费用 所以我认为 回到单位工作呢 不是一件坏事情 不是一件坏事情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非常鼓励 人心的一个 新的一个奖金 get a NAS NAS bonus for doing so the proposal also save tax-pay money and save small business from going out of business because they can they can get workers to work 啊 这个 我们这个 一个开工以后啊 很多人不愿意上班 你这个经济 怎么能够起来呢 你刺激经济 你这个钱 没有刺激到经济 反而造成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懂吗 这个钱呢 是这个两点 这个三个 tray 它的目标呢 是刺激经济 让大家继续啊 这个 恢复以前的 这个繁忙的 这个景象啊 这个商店 人 人缓 人满为患 这个超市里面 人满 这个人满为患啊 餐厅里面是 作为虚席啊 还要得 要一下 恢复到这样一个 这个经济状况 那如果你大把 大把的花钱 让大家待在家里面 啊 这样的话 经济怎么可能 刺激起来 是没有办法的 是吧 所以前一段时间 给大家发这个 600美金 发这个 实业金 一个星期拿1000块 一个月拿4000 5000块 这种情况 让大家在 待在家里面 因为那个时期后呢 那段时间呢 是病毒啊 这个传染 最严重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家里面 是应该是 有好处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 现在情况 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再把大家 挂在家里面 没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呢 让大家花钱 请你去上班 政府掏买单 让你去上班 这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如果这个通过的话 那我们很多人 都可以再拿450美金 那他有个前提条件 什么前提条件呢 你必须 是领失业金的人 如果一直在上班的人 拿不到这个钱 一直在监守岗位的人 拿不到这个资金 所以这个 对于曾经申请过 失业的这帮人 现在放弃失业金 回到岗位去工作 除了正常工资以外 另加450美金一个星期 所以呢 这个目前呢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 虽然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在不断地增加 但是市场上 例如医疗保健 快递和电子商务等行业的企业 一直在招聘 亚马逊要增加了 17.5万个岗位 沃尔玛招聘15万员工 而且呢 随着美国各州开始 重启餐饮业 慢慢地恢复经营 员工岗位的需求量 同样地有所上升 但目前 这些岗位的就业形势 不太乐观 放弃工作 待在家里成为 已经成为 部分失业者的 最佳的选择 因为很多失业者 只要待在家中 美洲 就能够拿到 1000美金的救济金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理想的 状况 所以让大家回来以后呢 是不容易的 在家里面每天 打游戏 看电视 睡觉 有吃有喝的 我为什么还要去上班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六百块钱呢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真的没起到什么刺激 那一位共和党 这个 一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这个 叫Portman 提出back to work 这个复工的奖金 这下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如果失业 共同重新上班 除了工资以外 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为他们提供 每周四百五十美金的 额外奖金 这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鼓励人心的一个动作 我认为是一个 很好的计划 该计划在敲定以后 不讽是为了制定下 工人提供援助的最佳机制 在目前的方案中 这些提议 也已经被解雇的 或者已经失业的人 每周提供 五四百五十美金的补贴 让他们在七月三十一号之前 重返工作岗位 也就是每周 额外的六百美金 失业经到期的那一天 这个四百五十美金 正好开始启动 所以你的总收入 应该还是不会变 所以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 这个复工的奖金 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来以后呢 我们再谈一下 Steamless Chain 我们这一千二百块钱的人 到现在还有人 没拿到这个钱 那个国税局承认 在四月份发发的 刺激经济的 发发的 数控经济中 犯了一些错误 把金额 一千两百美金的支票 发给了一些 不应该接收的人 现在呢 阿康萨姆 准备把这个钱要回来 好吗 国税局澄清 尤其一级累人 是没有资格领取 这个一千二百块钱 都应该退还 例如已经被监禁的人 坐过监狱的人 和非居民 和不符合条件的外国人 是不能拿的一千二百块钱 在过去的四月份的 操作过程中 几百万 几百万的人 不该拿的拿到了这个钱 所以如果国税局 说你没有资格领取 这个数控经济的支票 但你和你的家人 收到了这笔钱 而是希望你把钱 尽快的退回个政府 退回政府 要退回的时候 怎么退回呢 在你这个支票 支票收到以后呢 在支票上写一个Voy 还写一个这个 在支票的后面 写一个这个Voy 然后呢 把这个支票呢 这个 这个作废的这个支票呢 邮寄到 马上 邮寄到 有关的 最近的 IS的 封 封公司 Office OK to the appropriate IS location list below OK 它有一个 清单 每一个城市 都有数据的办公室 好吗 所以你不用去 寄到什么 这个service center去 就在Rally 我们在Rally 都有办公室 IS 在Rally 有office 就在什么名字 Bride Creek 就在Bride Creek 他说 Don't stable Bend or paperclip 的贴 不要给这个 支票上面 这个订 订书钉 要把它这个 折起来 也不要放 这个paperclips OK Include and brief explanation State the reason for retaining the check 在上面 写一个纸条 为什么 我不该拿这个钱 写一个简短的介绍 If the payment was paper checked and you have cashed you have cashed or if the payment was a direct deposit 怎么办呢 因为支票你收到以后 已经重启了 或者已经 直接打到你账上以后 怎么处理呢 这样处理 好吗 Submit a personal check money orders immediately to the appropriate IS location list below 写一张 个人的支票 OK 或者是 money order 直接 寄往 本地的 事务局 办公室 run out the check or money order made payable to US treasury 这个支票上面 写的是US treasury and run 2020 ERP ERP economic impact 自己经济的支票 and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一定要把你的 十万号写在上面 好吗 没有十万号 他收到这个钱以后 他知道是 对不上账 这个很关键的 不要拿个支票去记住 一定要把你的 社会安全号码 美国的这个税务局 你的唯一带嘛 就是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有的这个事 没有这个社会安全号码 你到税务局 什么东西都做不了 所以这个 非常关键的 我们一定要 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这个 US treasury include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 for retained the ERP OK economic impact paycheck OK 所以为什么 哎呀我 我不能不该拿的原因 是因为 我这是外国身份 或者是我没有 这个工作许可证 或者我年龄不到 等等等等 而要写 这个 写一个比较清楚的原因 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失业保险 California has an estimate unemployment rates above 20% 加州呢 这个 加州的州长 Newson说 加州的失业率 已经超过20% far high than 14.7% nationwide 全美国呢 目前的 大概失业率 是15%左右 而 加州 已经超过20% in Los Angeles with the movie production 上当 James Parker headlock hotel empty things are even worse 加州的 这个 这个电影 这个影城 这个 这个好莱坞停工 然后呢 这个 公园停 这关门 还有旅馆 旅馆没人入住 这些情况呢 把这个 这个整个经济 搞得一塌糊涂 the jobless rate has reached 24% OK 现在已经达到 在洛杉矶呢 有24%的人失业 roughly equal to the peak unemployment of great depreciation depression in 1933 这个已经 基本上达到了 我们美国历史上 1933年 曾经经历过的 一次大萧条 好吗 所以加州的情况 不亦乐观 这个情况 非常非常严重的 已经达到了24% 好吗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好吗 另外呢 这个关于我们上次说的 英雄法 Second Stewards Check 目前呢 因为国会在 休会期间 Congress is not in session this week so we won't see a bill negotiate until on the next week 下个星期呢 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好吗 so when all the senators vote for the next steam package in order to pass the petition second steams check Senators expect to make a progress steam package in June and have probably won't see the senator vote until let June early July 我们希望 最 可能的啊 可能是六月底到七月初 我们第二种的这个经济施测法案 才能通过 好吗 所以现在在休会期间 啊 这个政府是故意的啊 这样做以后呢 可以评估一下 我们第一次 三万亿的这个这个 这个资金的用的一个效果如何 好吗 所以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多啊 这个下来有什么问题没有 另说ERDL还在发放 目前 ERDL它现在变了一种形式 你知道吗 你没注意到啊 现在呢 比如说你上次申请一万块钱 他现在呢 给你给你的钱呢 不止一万块钱 他可以给你两三万 三四万五六万的 八九万的还对 啊 然后呢 这个钱是要还给他们 所以呢 这个钱来了以后 该要不要要 把它要下 要下来以后呢 因为现在地产 经济啊 这个美国的经济一垮以后呢 地产各方面掉的很一塔弧度 股票也是掉的一塔弧度 我们把这个钱拿过来做一些投资 反正利率只有3.75% 啊 这个很低的 所以说 为什么不用这个钱呢 我们觉得这个钱还是要把它 把他要下来 要下来以后呢 可以做一些投资 然后 只要你这个 以后还给他啊 把利息还 这个交给他就完了 好吗 所以这个钱 ERDL的钱 目前虽然没开放 但是对于早期在申请一万美金的这个 这个叫做Advanced的时候呢 这些客户慢慢地都收到了通知 SBA呢 愿意给他们更多的钱 但是呢 这个这些个钱是要还的 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特殊时期 我们对于我们的前途呢 现在不知道到底一个什么状况 有人给你钱的话 把它留下 3.75的利率也不高 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以后 紧急情况我们可以使用它 好 今天我们就讲了这么多啊 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要关注我的这个频道啊 要多多的跟我推荐啊 在qualified pp中的health insurance 也许是group insurance吗 那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这个individual health insurance可以也可以 但是你要买的话 给每个人都要买 对啊 那个令 你不能说给自己老板们员工不买 这样不行 你说你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不啊 那你如果你店里面就你跟你老婆 两个员工怎么办 那你们可以买啊 你这样可以买 好吗 OK 这个问题 这个不能给老板们要买全部买 要么不买都不买 好吗 是这样一个问题 好 还没别的问题啊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啊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